也是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话说的比较少了 大家就专心的看我们的比赛 马龙一个回球 稍微提拉的不够 下网了 马龙是连续的保证自己的进攻情况下 在中路和朱世贺的正手位置 进行了连续多板的一个长攻 应该说马龙相对刚刚的延安来说 他打得不急 他保证自己的质量 不求这个速度和回合 跳短 这球马龙是想调一个朱世贺的反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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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细看这个马龙拉球的动作 他相对刚刚前面的延安小将来说 延安毕竟比较年轻 那马龙在经验上和这个实力和基础水平上 应该说相对来说会更高 可以注意看他在抽球的时候 这个动作幅度是非常大的 其实这是面对我们宵球选手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把自己的这个手臂和手腕带动起来了之后 把你的球的质量提高 同时呢这样你能够保证你自己的节奏 因为你手每次抬的时间是相对固定的 这样就不容易进入到宵球手的节奏当中 马龙目前是以7比3暂时领先 漂亮 马龙连续的左右的一个跑动回球 同时都回到了朱世贺的中路位置 那朱世贺其实他在左右调球的时候 自己的身体是有一个惯性的 所以说刚刚那球也是没有反应过来 那马龙目前是9比3暂时领先 朱世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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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这球稍微动作稍微大了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马龙的经验和基础能力就体现在了这里 他进行一个不断地调短长弓调短长弓的一个节奏 就打破宵球手的他的节奏 回到自己的节奏当中来 马龙是10比4 拿下了第一局的局点 这主持人还带搞笑功力的 这球朱世贺是一个回球太极了 那最后马龙是以11比6 拿下了第一局的理赛 其实因为做像刚刚是从7点半进行直播 到现在是已经接近9点半 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一直保持高强度的一个说话状态 所以说刚刚有出现一些语音上的一些口误 大家就稍微包容包含一点 刚刚前面也有用词错误 生理需求指的是人有三级 不是因为看完啦啦队比赛之后 才有了胜利需求 这个是两回事 来 前场的朋友们 林欣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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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欣操 自民叛 鳄 前面第二局的比赛 马龙是出现了两个失误 让朱师赫2比0领先 马龙在这一局的开场 应该说一开始来说这几个球呢 在回球质量上稍微有一点下滑 可能也跟刚刚进行了第一局比赛 同时上一局比赛因为应对销球选手 更多的要运用进攻的方式 所以说自己可能在手腕的这个疲劳程度上 有一点的上升 那我们也是希望马龙能够调整过来 漂亮 马龙在保证回球输降低的情况下 其实回球质量都是特别高的 上方对攻 我不是说 谢谢我们猜猜了 不钟 说 混乱 strikes 马龙 应该要看一下接下来这几个球 如果再继续丢分的话 可以考虑叫一个暂停 马龙在这球是打到了销球选手 比较不喜欢的 这个我们球桌上的角落的位置 这个三角形顶角的位置 这球马龙是一直坚持贯彻自己打中路的这个打法 就跟前面的我们所说到的延安的这个打中路的这个打法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是销球手特别讨厌的一个点 那马龙在进攻质量上如果提高的情况下可以坚持这样的打法 左右的掉击 漂亮连续三板的右边远台的一个进攻 主持人的表情很严峻 这个是马龙身体稍微太靠前了一点 然后回拍稍微高了一点 这个是马龙身体稍微太靠前了一点 走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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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漂亮连续多摆左右 继续右边继续 马龙是连续三球 以打朱世贺的右边的正手 这个一个远台的位置 连续拿下三分 朱世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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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主持人喊的是朱世贺 全场响起的是马龙的名字 我觉得这场我好难好好解说 我也是龙队的粉丝 这样不淡定了 不行不行 我们还是回到比赛当中来 调短 继续中路的一个进攻 反手 马龙在这个连续的几个球当中 是打开了 自己也打开了 连续的一个远台的一个进攻 既然你削球手 最喜欢的是远台的一个球 但是我打的是一个高质量的球 让你回球的时候 不管说是你的这个回球的力度 和你的角度上面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的情况下 连续几拍之后 你会出现一个体力 和状态上的一个不佳 那也可以看到朱世贺的脸上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疲态 毕竟我们说实话 这么一名老将还活跃在赛场上 我们真的也应该到这里 要给朱世贺鼓掌 朱世贺 朱世贺 朱世贺目前是9比7 暂时领先 由朱世贺发球 调短 继续 这球马龙跟前面又有了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变化 前面打的更多的是一个硬实力的一个较量 这球打的是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变化 不停地进行一个调短拉长 调短拉长的一个这样的节奏的变化 让朱世贺其实他在后面这几球 连续被马龙把比分追上来 就是不适应马龙现在忽然变得 这个比较多变的一个状态了 马龙这一球是打在了网上出界 这样朱世贺是10比8 暂时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这套赛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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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 那应该说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马龙的这个得分的球其实都是非常精彩的 是一个高质量的回球 但是在一些失误的地方 相对第一局来说出现了一个比较多的失误 那但是跟延安的刚刚相同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战术上面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尽量去减少失误 保证回球质量就能够把这个比赛取得主动权 应该说马龙的战术相对 朱世贺的这个销球选手的这样的打法来说 它是比较多变的 不管说是我们所说的中远台的调动 还是左右的调动 还是这个连续的多版的同一位置的击打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灵活多变的 同时也非常有进攻性的销球选手来说 但是马龙还是要在失误上面尽量减少 那朱世贺其实他是在防守方面 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功力 毕竟销球选手我们都知道是防守能力比较强 那他如果说要继续让自己保持主动 不要进入马龙的节奏的话 就是在销球的过程当中能够适当的找到机会进行反攻 是什么意思呢 对面来说 这球是有点运气不佳打到了网上出键 比赛一精彩感觉需求就全都好了 显猛想达练 你爱的是原本游戏 你爱的是原本游戏 是自己心态稍微急了一点 回球连续两个球被篮网 调短 那现在马龙是3比1领先 大家发的弹幕我能够看得到 但是老板在我紧张 大家好好看比赛 比赛重要 我们在赛后这里也给大家播报一下 在赛后我们会有一个采访 希望大家在看完比赛之后 也不要急着离开 看一下我们赛后采访马龙和深圳 黄安民金牌主教练郭悦华先生的一个采访视频 马龙连续三球的非常高质量的一个中路进口 这个时候真的就看出来了我们的新科奥运冠军 大满贯得主马龙他的整个一个基础能力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表现 他不管说是前面的一个左右调动和右边前中台 后边的一个调动都是非常主动的 我紧张的已经不会说话了 那可以看到朱世贺整个在镜头当中的一个状态是 毕竟经历了连续两场这么激烈的高长度的一个比赛之后呢 可能体力上和状态上会有一定的压力 漂亮 打到了就是合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反手的位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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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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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双方运动员压力都是非常大 马龙是连续五板地打了朱世贺的反手远台位置 让朱世贺是一直保持一个销球的状态 但是是同一个位置销球 这个时候它的进攻性就很难打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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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短 继续调短 强攻 继续 变手 这一球是今天晚上解说 看到这里都hold不住的一个球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球迷希望看到的一个球 非常精彩 双方从一个调远拉长调远拉长 到后面打成了超远台 球是非常高抛点的一个球 最后呢是朱世贺在回球的时候 他想要一板子打死 想要把球从高挑状态变成下压的状态出现了失误 NBA有五家球 我们拼超连赛应该也弄一个五家球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五家球之一 这球非常精彩 质量非常高 超短 这球马龙回球稍稍高了一点 因为说马龙在战术执行方面是进行的非常的流畅 那在保证进攻质量的情况下 会更好地拿下比赛 贳量 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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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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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也是響起了馬龍的加油聲 連續六板的一個強攻拉球的胡圈前衝球 讓朱士赫消球是真的是壓力非常大 那朱士赫如果說在現在比分落後的情況下 和一個狀態下滑的情況下 他可以在消球方面就是把質量稍微下降一點點 先保證能夠把球正常的擊打回去之後 再通過一些比較刁鑽的一個消球回擊的方式來獲得比賽 加油 甲捷 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勝利 五、三、五、三、五、三 大 연RAY 、百合 TH uns 、百合 TH uns 百合 TH uns 马龙是连续出现了三球的失误 马龙现在要做的是把自己的战术稍微更加简单化一些 把一些过大的过于消耗体力 手腕和手臂动作比较大的这些左右掉弓的拉球尽量的减少 多打一些以长短掉一个短台的掉球为主 这一球就是马龙在抽球质量有所下降的情况下 就是和防守打回来之后 因为体力下降的稍微比较厉害 可能在移动上有一定的不足 所以马龙还是要更加稳扎稳打一点 多采用一些更最简单的一些战术 我们往往说在比赛进行到一些白热化阶段的时候 简单的战术往往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执行能力 现在是5比7 马龙暂时领先 滚出来 抠了 毁滚 毁滚 bel 暂时领 山 山 桥 那目前马龙是8比6暂时领先 应该说双方在体力下降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这时候每一分中间的休息时间也是会相应的拉长 主持 主持后的一个回头出现 马龙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中远台到近台的一个调短 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变化 这后面这几个球看着非常的煎熬啊 两边是打得非常的胶着 马龙是拿到了赛点 那主持后回头出现 这样呢马龙是以11比6总比分3比1拿下了第四局的比赛 那最终山东卫桥是以3比1的总比分战胜深圳保安民进海 好那各位观众可以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我们的赛后采访 你们想要看的解说会出现哦 还没开还没开是吧 还没开是吧 还是不在地人的海 来啦 下一个人来讲 我先喝酒 你吃喝酒 我先喝酒 你喝酒 我放下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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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